尖到20隐身战机最新照片经过多年发展,中国已经走上了快车道,像第五代战机歼20,收缩国产航母002型等先进武器装备,中国都已经一一拥有。 同时中国首批次已经下水一半的055型万吨是逐渐,更是让各国知名眼前一亮。 近日,美国媒体列举了几款最想从中国购买的新型武器的榜单,结果上述新式装备一件都没入选,令人很诧异,引起网友不小的热议。 毫无意外的,美媒先在文章中,将自己的军事技术,研发能力大夸特宽了一遍。 随后表示,我们必须考虑美国信油能力所存在的漏洞,虽然中国的武器装备在数量,性能上不是很理想,但是中国武器或许将令美国军队变得更好。 航展上的AZ600水路两栖飞机,虽然整番之高临下,的语气卓是令人不爽,但这也确实反映出美国在部分领域不如我们的一个事实。 在美国提到的这几款武器当中,其中一款就是我国的AZ600水路两栖飞机,作为我国道飞机的三件科之一,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大型飞机的自言能力。 同时它也是目前世界上在沿着最大的水路两核飞机。 在二战时期,美国就曾广泛应用水上飞机,在中途导战役中美军这种飞机就曾大放异彩,甚至还为整个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 而美美认为如果美军真的想跨越整个太平洋进行战斗,那么这种能够角落在水上的远,成飞机将必不可少。 两栖战车像AZ600这样的两栖作战力量,美国看中的似乎还不少。 其中072A型登陆舰,BBD-05两栖战车都名列榜单,这似乎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的两栖作战领域,这块略有不足。 美美表示,早在30年前,美国就计划研制新型两栖战车,结果这项耗资30亿美元的项目,在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之后,最终以失败告终。 同时由于美国的两栖作战舰挺过于奔重,在进行登陆作战时,其庞大的护航舰队就能将其意图完全曝光,致使最终的任务失败。 而中国的072A型登陆舰就完全不会发生这种状况,相对安全很多,从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结论,虽然美国媒体这番言论也只是出于对美国的提醒而发出的,但也证明中国近几年的发展,确实是走在了对的道路上。 在部分方面,中国所取得的成绩,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肯定,只要按照现在的既定线路走下去,相信未来中国被美国砍上的装备将越来越多,方之中责任编辑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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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